提琴制作工艺要求极高,机械加工只能生产普通级别琴,所有好琴都是手工制作。 在重庆,有一位名叫陈渊海的手工制琴师,他从农村木匠做起,然后远赴北京当学徒学习制作提琴,再到国外专业学习制琴。 如今,他所制作的手工提琴远校欧洲,10月22日,陈渊海在他的手工作坊,向记者讲述他的至情之路。 1993年,木匠出身的陈渊海和家乡其他青年一样,不想一辈子都待在家里,他也想出去看一看,闯一闯。 这一年,他独自一人踏上北漂之行,到北京一家提琴厂大工。 他们是做提琴的,但是我们去的时候,我是武功啊,不是,去的时候,我说什么都不会,就是懂一点下料啊,什么拼板啊,这些东西。 厂里的提琴生产流水线上,陈渊海原本只负责下料和拼切板,但是有一天,一位来自比利时的专业执行师来到厂里,挑选制作大提琴的材料,让陈渊海帮忙挑选。 木匠出身的陈渊海对木材的选料有着天然的识别能力,他的选料让那位比利时人非常满意。 后来经过几次交往,陈渊海和那位比利时制琴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并在他的帮助下前往比利时,专业学习制作手工提琴。 看着很普通的一个琴,实际上里面的奥表很多,里面的各方面那些细节很重要, 没人指点你是不行的,有人指点你都好一点,慢慢的都学。 从比利时学习回来后,陈渊海决定回到家乡重庆发展,他创办手工作坊,开始制作手工提琴。 陈渊海判断一把上好的提琴的唯一方法是听声音。 提琴的音质好,声音听起来动听,干净,有穿透力,低音低得下去,高音高得上来,隔得越远,声音越清晰。 而提琴音质的好坏,除了制作工艺,还取决于选材。 好的工匠不仅要会制作琴,还要学会拉琴。 陈渊海拜师大学教授学习拉大提琴,他说学会拉大提琴后,在调音的过程中很有帮助。 选模将的时候,对提琴一点都不懂,对音乐也一点都不懂。 后来因为做上那个了,都慢慢的自己调试,调试都感兴趣。 但是又认识了一个天津音乐学院的教授,他都说你做琴啊,必须得会拉一点。 他说你不会拉,他说就不知道这个琴好或差,声音好不好,你不懂。 如今,陈渊海在重庆潜心制作提琴,他每年只制作五把提琴。 他所制作的手工提琴远消比利时,荷兰,捷克,法国,意大利等国家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